主的爱 如同明亮繁星 也将运 时尚伴我路程 总是茫茫 骤雨 天空暗淡 未明 这份爱意 永不会停 主宝贵 华如有张明灯 永在旁 上上为我赠人 总是遥遥 遥远 他都结伴共行 每步每寸 不管怨 耶稣 往随他献人 哪怕前路灰雅 尚寄起他告知 沙滩一项 着人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 面对 苦苦 标准 主宝贵 华如有张明灯 永在旁 上上为我致忍 总是遥遥路远 怕到结伴共行 每步每寸 不管远近 耶稣两见可 担当耶稣说不遂 京方耶稣的爱 处处伴我永无恒 重重巨浪 亦无巨飘旁 想现着盼望 发放两卧 随他去高山 都重 随他去深海 都枉随他天人 哪怕前六灰雅 常记起他告知 沙滩一上 伸俗人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 面对苦困 随他去高山 都重 随他去深海 都往随他欠人 哪怕前六灰雅 常记起他告知 沙滩一上 族人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 面对苦困 常记起他告知 沙滩一上 族人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 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 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 求你转回 答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倾借你 我因埃亨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塔飘起 把玉子湿透 我因憂愁 眼睛光别 又因我一切的敌人 眼睛昏花 你们一切作业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懇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受的都必收愧 大大惊慌 他们必定要退后 忽然收愧 今天在诗篇第六篇 《哀悼忏悔诗》的下半部分 大惠继续呼求 耶和华求你转回 搭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纵然诗人埃亨 困乏 每夜流泪 他形容他的眼泪 将床塔飘起 将玉子湿透 眼泪流到眼睛干别 眼睛昏花 在大惠的忧愁 埃亨和哀哭里面 大惠认定耶和华听了他哀哭的声音 听了他的恳求 耶和华必定收纳他的祈祷 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这种伤痛到极处 甚至欲哭再无虑的处境呢? 让我们学习大惠认定的祈祷 赞美上帝仍然是向人回转 答救 拯救我们的神 MING PAO CANAD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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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拉罕从曼尼迁到南地 住在加低斯和舒尔之间 在基拉尔寄居期间 他称妻子萨拉是他的妹妹 基拉尔皇阿比米勒派人带走了萨拉 晚上 上帝在梦中对阿比米勒说 你的死期到了 因为你带来的那个女人是其他人的妻子 阿比米勒还未亲近萨拉 因此他说 主啊 难道你要毁灭一个无辜的国家吗 那个人亲口对我说 一个女人是他的妹妹 一个女人他自己也都说 那个人是他的哥哥 我问心无愧 没有做错 上帝在梦中对他说 我知道你问心无愧 所以我才制止你 不让你亲近他 免得你得罪我 现在你要将那个人的妻子还给他 他是个先知 他会为你祷告 势你活命 要知道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 你和你的子民都必死 阿比米勒清早起来 召离他的神谱 将这件事告诉他们 他们听到都十分害怕 阿比米勒召见阿伯拉罕对他说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你竟使我和我的人民陷入大罪 你不应该这样做 又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阿伯拉罕回答说 因为我想这里的人不敬畏上帝 他们必定为了奪我的妻子而杀我 况且他真是我的妹妹 与我同父异母 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上帝吩咐我离开家乡 到外面漂泊的时候 我跟他说 无论我们去哪里 你都要跟人说我是你的哥哥 这个就是你对我的恩情 于是阿比米勒带来牛羊和男女薄皮送给阿伯拉罕 还将他的妻子撒拉还给他 又对他说 我的国土就在你的面前 你想住哪里都可以 阿比米勒对撒拉说 我给你哥哥11公斤的银子 在你家人面前证明你是清白的 你没有做错什么 阿伯拉罕祈求上帝 上帝就医治好阿比米勒 亦都使他妻子和众皮女恢复生育能力 原来耶和华因为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这件事 使阿比米勒宫中所有的妇女都不能生育 耶和华按着自己说过的话眷顾撒拉 实现给他的应许 阿比拉罕连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人 在上帝指定的日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阿比拉罕为儿子取名叫以撒 以撒出生后第8天 阿比拉罕就照着上帝的吩咐为他行了葛礼 以撒出生的时候阿比拉罕已经100岁了 撒拉说 上帝使我欢笑 凡是听见这件事的人也要和我一起欢笑 谁能想到我会为阿比拉罕保养孩子呢 我竟然在丈夫年老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以撒渐渐长大 阿比拉罕在他断乃的那天摆设言直 撒拉见到埃及人夏甲邦 阿比拉罕生的儿子以撒马利 嘲笑以撒 就对阿比拉罕说 赶走这个婢女和他的儿子 因为这个婢女的儿子 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一起承受产业 阿比拉罕因为儿子以撒马利的事就非常烦恼 上帝对阿比拉罕说 你不需要再为一个儿子和你的婢女烦恼 只管照撒拉的意思去做 因为以撒生的才可算为你的后代 至于那个婢女的儿子以撒马利 我们也会使他自成一国 因为他也是你的儿子 第二天阿比拉罕清早起来 将食物和一皮袋水放在夏甲肩上 让他和孩子离开 夏甲在别士巴的旷野流浪 皮袋的水喝光 夏甲将他儿子留在一重灌木的下面 自己走到离开孩子约一战之远的地方 对着孩子坐下 说 我不忍心看着他死 夏甲坐在那里放声大哭起来 上帝听见孩子的哭声 就猜显天使从天上安慰夏甲地说 夏甲 你怎样 别害怕 上帝已经听见孩子的哭声 你去扶他起来 安慰他 我必定使他成为大国 上帝洗夏甲的眼睛明亮 让他看见一口水井 他就上前将皮袋装满水拿给儿子喝 在上帝的看顾下 孩子在旷野漸漸上大 成为一个射箭能手 他住在巴兰旷野 他的母亲为他娶了一个埃及女子 有一天 亚比米勒和他的将领菲葛对阿伯拉罕说 你做的一切都是上帝保佑 现在请你在一度当着上帝的面前向我起誓 你不会欺骗我和我的子孙后代 我怎样善待你 请你亦都同样善待我 以及你所寄居的地的百姓 阿伯拉罕说 我愿起誓 由于 阿比米勒的牧人霸佔了一口水井 阿伯拉罕就指责阿比米勒 阿比米勒说 我不知道是谁做的 你以前没告诉我 我今天才听到这件事 阿伯拉罕将牛羊送给阿比米勒 他们两个人纳了约 阿伯拉罕又从羊群里分出七只母羊羔 阿比米勒问阿伯拉罕 你分出七只母羊羔是什么意思 阿伯拉罕回答说 你要从我手中接受这七只母羊羔 表示你承认这一口井是我刮的 所以 那个地方被称为别士巴 因为他们两人在那里起了誓 他们纳约之后 阿比米勒和他的将领菲葛就回去菲利士 阿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了一火红柳 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 永恒上帝的名 阿伯拉罕在菲利士住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之后 上帝要考验阿伯拉罕就呼唤他 阿伯拉罕 他回答说 我在这里 上帝说 带着你的儿子 你的独身子 你痛爱的以撒 前往摩利亚 在我指示你的山上 将他献为凡祭 阿伯拉罕清早起来 准备好牢 是好献凡祭用的柴 带着两个仆人 和儿子以撒动身前往上帝 指示他的地方 到了第三日 阿伯拉罕远远看见那个地方 就对仆人说 你们和牢在这里等着我 我和孩子到那边敬拜上帝 然后会回来 于是 阿伯拉罕将献凡祭用的柴 放在儿子以撒的肩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种 和刀 父子二人一同向前走 以撒说 父亲 阿伯拉罕说 孩子 什么事 以撒说 你看下火种 柴都有 但是献凡祭用的羊羔在哪里 阿伯拉罕说 孩子 上帝自己会预备献凡祭的羊羔 二人就继续向前行 他们去到上帝指示的地方 阿伯拉罕就捉起祭坛 将柴放在上面 然后将以撒捆起来放在柴上 阿伯拉罕伸手拿起刀来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唤他说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他回答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不要动孩子 不要伤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 因为你不惜献上你的儿子 你的独身子 这个时候 阿伯拉罕抬起头来 突然见到有一只 公棉羊两个卡在囚物的树丛里 于是将羊取出来 代替他的儿子献为凡祭 阿伯拉罕称那个地方为 耶和华以勒 直到今天 人们仍是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天使再次从天上呼唤阿伯拉罕 对他说 耶和华说 你既然愿意将你的儿子 你的独身子 献给我 我凭自己向你起誓 我必赐福给你 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 和海边的沙 你的后裔必佔领 仇敌的城池 天下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 而蒙福 因为你 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 阿伯拉罕回到 伯仁等候的地方 他们一起回去阿伯拉罕居住的别是吧 后来 有人告诉阿伯拉罕 麦家为你的兄弟拿鹤 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乌斯 乌斯的弟弟布斯 阿兰的父亲 基姆里 基舌 哈索 必达 亦拉 和利伯家的父亲 比土利 麦家为阿伯拉罕的兄弟拿鹤生了八个儿子 拿鹤的妾刘马生了提伯 加含 他核 和马家 阿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去到埃及的时候 害怕埃及人因为妻子撒来的美貌伤害自己 他祝负撒来向埃及人和法老说他是自己的妹妹 今天的经文记述阿伯拉罕在基拉尔 为了保命又再次讲大话 原因 方式 和之前在埃及的类似 在基拉尔王阿比米勒被上帝惩罚 发现撒来其实是阿伯拉罕的妻子 而责问他的时候 阿伯拉罕仍然狡辩说 他真是他的妹妹 和他同父异母 后来做了他的妻子 阿伯拉罕虽然凭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 也有信心的规险 是上帝自己出手拯救他脱离罪将带来的后果 是上帝亲自完成他应许阿伯拉罕的后裔 好像繁星般的药 弟兄姊妹 在遇到人生的危机的时候 你有没有忘记了起初对上帝的信心 只是想着用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有没有讲一些白色的谎话 或是粉色的谎言呢 让我们省察自己的罪 求神宽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树结不出坏果子 坏树也结不出好的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坎下来 丢在火里 因此 你们可以凭他们结的果子认出他们 并不是所有称呼我 主啊 主啊 的人都能够进天国 只有遵行我天父子义的人才能够进去 在审判那天 很多人会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讲鬼 奉你的名走了很多神迹吗 我会清楚地来告诉他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走开 所以 凡听了这些话就去行的人 就似聪明的人将房子建在盆石上 任由风吹雨打 洪水冲击 房子仍侮纳不倒 因为他见机在盆石上 凡听了这些话不去行的人 就将愚媚人将房子建在沙土上 遇到风吹雨打 洪水冲击 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得很厉害 大家听完耶稣这一番的教导 都很惊奇 因为他教导他们的时候 好像一位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律法教师 感谢耶稣今天提醒我们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你们可以凭他们结的果子认出他们 耶稣说 并不是所有 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 只有进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耶稣很直接指出那些披着羊皮空残的狼 让我们一方面感谢耶稣 提醒我们生命要结好果子的重要 另一方面也都让我们要提防披着羊皮的 假仙之意境性 感谢耶稣 前圣言二章十六至二十二节 新闲二章十六ince二十二节 祂的家陷入死地,祂的路偏向陰間 凡是到祂那裡的不得轉回,也得不到生命的路 智慧必須你行善人的道,守以人的路 正直人必定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定在地上存留 唯有惡人必然剪除,奸詐的必然拔出 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就是那游嘴滑舌的愛女 淫婦和愛邦女代表遠離上帝的忍誘和試探 祂叫我們忘記了神的盟約 你還記不記得你對上帝的盟約和諾言呢? 在你生命中,哪些是好似愛邦女子和淫婦般的忍誘 令你遠離神呢? 弟兄姊妹,讓我們向上帝懇求祂的智慧 叫我們可以行善人的道,守以人的路 nost是 purp實機門也是最好睜荘而 宍誓旁 fällt開始 阿姨堂和諾言 阿姨堆 阿姨堆 結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月9日 灵修思考问题 创世纪22章16至18节 耶和话说 你既然愿意把你的儿子 你的独身子献给我 我凭自己向你起誓 我必赐福给你 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 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池 天下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蒙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你曾数算过凡星和海参吗 恩着上帝对你如凡星般的祝福 你纳志怎样听从上帝的话呢 天父 你是信实的上帝 虽然阿伯拉罕曾经两次不承认自己的妻子 但你仍然怜悯他 让他有重新纳志跟从你的机会 结果是他献上自己的独身而治 他蒙美的祝福 有无数的后代 今天虽然我们也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但天父你仍然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在跌倒之后再次起来 愿意我们真是在悔改后 真真正正地用信心传言跟从主 经历到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